上面比较少,啊这个是勉强可以 啊这个是绝对可以 就没有一条线 要一只毛毛虫附在上面呢 反正就是走的越半越好 它才会一条毛毛虫 越半它不是就会挤一坨在那里 越半的话它才能够把很多的汉条 融进去那里 你若是越快的话,你汉条融进去很少 然后你就过了,啊过了它就残留太少了 我要汉给你看吗 好 你一边照带起来 下面是下面,上面是上面 我们把它上面跟下面,然后把它跟风筝一样,有没有 下,下,上,上,上,下,下 然后还要看它的铁水 它的龙齿啊 慢慢的走 它一定要戴便罩 不能像我戴眼镜而已 这个脸会受伤 像是我现在跑的部分啊 走的很慢 然后下下,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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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下,下 这样是余悔 或者是恩行法 还是你要转圈圈都可以 然后这个 超级起伏 或者摩擦起伏都可以 它这个镀心的 加上你这个生锈的干净啊 它的表面主持会变大 所以必须要把它摸一下会起伏更好起伏 好,我们汉条 完了,然后就放掉 然后再来换下一根 下一根的时候啊,夹上去之后 再转一下,有否夹紧 然后再旋转一下 接触有否良好 然后这个 新的汉条 我们都是初学者来讲的话 习习习惯 这样子抹一下 抹一下,然后 热的时候再来汉 然后手就是手拌一点的 这个镀心的啊 一定要在通風的地方 不能在密屁的地方 因為這個有毒 要空氣通風良好種種 來 光你汗了 我們清水排的噴灶比較小 它不會像別人的噴灶比較大 會浪費很多的汗條 所以手套沒帶的話 一定會嘰嘰叫 絲滑 絲滑 后面的门打开 打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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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焊接之後把它敲掉看看啊